银行挤兑才刚刚开始 到今年年底 美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将更加疯狂 声称一切都好的虚假承诺 将再次被恐慌群众的呼喊所淹没 这些恐惧的人群愚蠢地相信政府的谎言 尽管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向美国承诺 一些银行将获得救助 但是大卫摩根警告美国人要将资产多元化 远离中央控制的银行和美元 纵观历史 黄金和白银经历了数百种文明和法定货币的兴衰 这次也不例外 不出所料 历史正在重演 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 每次 那些不诚实的政府官员都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 直到金融崩塌变得太明显而无法否认的那一天 最后 人们发现他们的资产已经被毁掉了 知情的政府官员将通过各种方式 将他们可以没收的任何战利品 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口袋中 如贵金属 加密货币 新货币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